第891章 娇美如花 心如毒蝎 这个赵品林竟然是黑教廷的人 莫凡还着实没有想到 如此看来 汪徐徐确实是答应了荣圣 恼羞成怒的赵品林 动用了自己黑教廷势力的手段 让汪徐徐乖乖地听从她的 任其虐待而不敢声张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在我抗黑小王子面前 干这种勾当 莫凡冷哼了起来 黑教廷要动用手段来让一个什么背景 什么力量都没有的女人 顺从实在太容易了 甚至不是黑教廷人员 只要稍微有点势力的人都可以做到 不得不说 这世界很不公平 像汪徐徐这样的女孩 真的很容易被人摆布 但同样的 这世界又不是绝对的不公平 因为还有很多像莫凡这样 一旦查出此人是黑教廷人员 并以此作恶的 就绝对不会让她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教徒50万 一个教室900万 还是多少来着 半个灵种的钱 闺女半袋奶粉 赵品林 你可别太让我失望啊 莫凡在幽暗的通道中前前行着 化作一团黑影的她 基本上与背景融为一体 从那几只寻查的黑处 腰身旁飘过 他们浑然不知 莫凡一直前行到这栋楼的 侧林院中 发现雕塑 园艺 鹅卵实陆的侧林院那里有声响 于是悄悄地藏在一些 比较茂密的树木上 躲在上面暗中观察 她看到了有三个人 他们正快步从这里走来 穿着上全都是 红色领结的服务人员 而在侧园林更深处一些 还有大概四 五个人 以及十几只黑处腰 在地面上爬行 这些黑处腰 把那四五个看上去 像是旅客的人给包围了起来 这几个人发出了 害怕的哭喊声 也在不断地向主楼那里求救 可惜这栋城楼离主楼 还有很远的距离 任凭他们哭喊 都没有人可以听见 教室大人 这些人怎么处理 一名女子细细的声音说道 这女人声音有点耳熟 似乎是在主楼 负责接待宾客的其中一位 莫凡还记得 她那特殊的细声音 苏玛的令人不由的 一阵浮想连篇 直接处理了 正好他们也饿了 那位教室的声音 则比较陌生 他对这群闯入这里的人 没有半点怜悯 莫凡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出手 就那几个无辜的人 谁知道惨叫声就传了出来 那几名被吓得四处乱跑的旅客 立刻倒在了血泊之中 没有半点挣扎的余地 在黑教廷眼中 人命真的太微不足道了 莫凡看了一眼 那几个不走运的人 不由地叹了口气 好了 威胁清除 都回到各自的岗位去吧 杨乔 你留下来把尸体清理了 免得被精湛猎人团的发现 那名灰衣教师说道 是的 大人 那名声音尖细的女子说道 不得不说 这几个误闯者 算是帮了莫凡等人大忙 莫凡 慕宁雪 荣圣 郭文一 在闯入这里的时候 应该也是被黑教廷的人察觉了 而这几个旅客 被发现在这里的话 一定程度上 对莫凡等人起到了掩护作用 黑触妖已经快速地散去了 那名灰衣教师 和另外一名黑衣教徒 都已经离开 唯有那个叫做小小的女教徒 留在这里收拾现场 女教徒小杨乔 还留在了这片侧园林里 躲在树冠上的莫凡 看到杨乔踩着小泼跟鞋 一步一扭地站在那几具 被黑触妖抓得满是血痕的旅客面前 鼻子里正哼着一种很欢快的歌调 你们呀 好好躲在主楼里 不就没事了 非要跑到这里来送死 杨乔话语带着几分俏皮 放 放过我 求求你 放过我 其中一名满身是伤的少年 抓住了杨乔的脚踝 带着几分哀求 嗯 竟然没有死 杨乔扬起了小嘴 一副很讶异的模样 他绕着趴在血泊中的少年 走了几圈 发现这少年 似乎在另外两个成年人的奋力 保护下 并没有怎么伤到要害 身上 那触目惊心的血 也大部分是那两个成年人的 不过 你真是不走运 刚才死了 就不要再受一次痛苦了 杨乔娇笑了起来 说着话 他手中拿出了一个药瓶 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 将药瓶里黑色粘稠的液体 一点一点地往旁边 那具成年人的尸体上倒去 就看见那具血淋漓的尸体 触碰到黑色粘液之后 迅速地腐烂 融化 血液变成了气体 在空气中飘散 皮肤与肌肉变成了黑水 骨骼也一起融化成了粉末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旁边这具成年尸体 已经彻底融成了一滩黑色的东西 那未死的少年瞪大了双眼 瞳孔中充满了惊骇与恐惧 来 我给你倒慢一点 你好多 享受一会 杨乔又缓缓地 将药瓶往少年的上方移 并将液体一点一点地往下浇 紧紧一滴落下 少年的背部就溃烂开了 本就被撕得皮开肉绽的少年 顿时嘶吼了起来 在这寂静的侧原林里 格外的毛骨悚然 哥哥喽 我还没倒多少呢 你就叫得这么大声 杨乔俏皮地说道 声音里又带着正常人 所没有的冷血 少年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个长相这般甜美 声音又是如此细柔的姐姐 竟然会残忍到这种程度 简直就是一个女鬼 杨乔开始倒得快了一些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起来 可是 他忽然感觉到 一股很重的力量 抓住了他的手腕 让他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等杨乔反应过来 手上的那瓶药液 就被一个比他高出近一个头的男人 给夺走了 他猛地转过头去 以为是教室大人不允许自己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谁知道 一个重重的耳光 就猛地扇了过来 打得他的小脸蛋都快变形了 疼得他连喊都喊不出声来 你是 怕 莫凡不给这独女说话的机会 又是一重耳光打过去 混 杨乔样要大骂 莫凡手掌往他身上猛地一送 将巨影钉双子 直接插入他的后腰 禁锢他的行动 也禁锢他的精神 防止他给他的同伴打信号 你 你是什么人 杨乔说话力气 一下子就没有了 很吃力才能够吐出这么几个字来 娇美如花 心如蛇蝎 审判会给你们这种教徒开的价 真得算低了 不过 像你这种货色 我不收钱 也得把你给宰了 莫凡站在这杨乔的身后 言语中戴着一样的冷裤 但那也只是对这种 歹毒之人的绝对无情 第892章 祖持 杨乔的小脖子很细 摸起来还蛮舒服的 只是 莫凡凡凭借着高阶法师的蛮力 猛地在这女人细细的脖子上 一用力 咔嚓一声拧断了 杨乔都没有反应过来 脸上还带着惊恐和茫然 结果脑袋直接歪到了一边 身子一下子瘫软着倒在了地上 杨乔就倒在少年的旁边 少年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却没有想到 一位猎人站出来救了自己 顿时喜极而泣 你能站起来吗 莫凡问了一句 能 能 少年比想象中的坚强 他慢慢地爬起身来 目光注视着旁边自己家人的尸体 又是满脸的泪水 等他再将目光 转向倒在地上的女人杨乔时 眼中更是难以扑灭的怒火 恨不得把他皮肉包下来 生吃了 放心 你家人的仇 我会帮你报的 之前那两个人 我也不会放过 但是 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情况 明白你的家人已经死了 而你 还得好好活着 现在尝试着冷静下来 把这女人的外衣 套在自己身上 然后慢慢地离开这里 到主楼等待救援 莫凡认真的对这名少年说道 我 我想把他们的尸体带走 少年含着泪说道 莫凡摇了摇头道 死了就是死了 你带着他们 只会 让你也丧命 按照我说的做 当这些从没发生过 我以我猎人的名誉 保证 伤害你家人的这些杂种 一个也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少年抹着眼泪 看着莫凡那双黑褐色的眼睛 最后他点了点头道 谢谢你 我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嗯 你能明白 也不枉我冒险救你 莫凡拍了拍着少年 满是血污的头发 少年站起了身 从那个歹毒的女人身上 扒下了外衣 她的身材 其实刚好和这女人差不多 长长的外衣套在身上 在夜里不走近 还真不会被认出来 那件外衣也盖住了 少年身上的伤 少年尽量站着身子 一步一步地 朝着有灯光的方向走去 莫凡交代她 不要对主楼的任何人说起 因为在没有解除 毒变危机之前 绝对不能明面上 冻黑叫停的人 莫凡捡起了刚才 那个女人的药瓶 将包括杨桥在内的 其他尸体一起清理了 不留下半点痕迹 莫凡也不知道 这女人死在这里 会不会被黑叫停的 上一级人员发现 刚才那种情况 要她就躲在树冠上看着 真的有点难 处理掉这些后 莫凡便追着 刚才那名灰衣教师的方向去了 一个黑衣教徒 也就五十万 连给自家闺女小言机 买个零嘴都不够 大头 还是得从灰衣教师身上拿 莫凡打算先跟着那人 见机行事 杨桥还没处理清楚吗 灰衣教师卢梗问道 我看见他往主楼去了 应该是处理干净了吧 另一名黑衣教徒的说道 此人有着一对醒目的大包牙 属于丑人中的战斗机 哦 也好 去那里监视监视 金战猎人团的动向 话说起来 大教师那里的东西 还没准备好吗 再等下去 没准救援的队伍就来了 才杀了他们几百号人 不过瘾啊 灰衣 教师卢梗问道 应该快好了 只要等等听惨叫声 对了 教师大人 我听闻执事大人身边 多了一位实习 不知道是哪位那么幸运 能够获得执事大人的青睐啊 大包牙黑衣教徒 有些羡慕地问道 一个纯新人 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看上他 灰衣教师卢梗说道 刚才那会 我经过组持 发现那里泡着一个 半死不活的女人 头发都泡没了 那是执事大人的新奴仆吗 大包牙黑衣教徒问道 执事大人 怎么可能会培养黑触腰 多半是给那个 新人的吧 不过仪式还没有完成 就那样放在那里 多泡着呗 灰衣教师卢梗说道 我来了好久 才获得一只黑触腰 唉 你的意思是 跟着我卢梗 没有什么前途吗 灰衣教师怒道 不敢 不敢 正好组持那里没人手 你今晚就去那吧 灰衣教师冷冷地说道 是 是 大包牙黑衣教徒 满头冷汗 两人的谈话 被莫凡全部听在耳中 在发觉 那名灰衣教师 走入的地方 有一定的危险后 莫凡没有再继续跟随了 组持 那恐怕是用来提炼 黑厨妖的地方吧 莫凡猜测道 那里没人看守 估计黑教廷的人 也不怎么去 也好 顺便解决掉 这个丑不拉几的教徒 莫凡心里有了打算 便悄悄地 跟在那名 成皇成孔的教徒后面 这名教徒 走到了比较偏的地方 绕得莫凡 差点忘了回去的路 最后 他推开了一扇 在角落出的石门 门一开 那种巨臭无比的味道 就涌了出来 大包牙教徒在那里骂着 看守组持 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 谁不知道 那些得罪了黑教廷的活人 都被扔在里面发酵 莫凡在进入之前 特意检查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确保没有其他黑教廷成员 也没有任何监控的设备 他其实就站在 大包牙黑教徒的背后 不到两里的距离 幽暗的火光 拉长了这名教徒的身影 让莫凡 可以轻易地藏入他的影子里面 他挪动 莫凡就跟着挪动 救 救 我 黑色的池子里 一个痛苦到了极点的声音 传了出来 莫凡记得大包牙黑衣教徒说过 池子里抛着的是个女人 可从那人退掉的皮 掉的头发 还有整个被腐烂诅咒的 严重的身体 哪里还能够分辨得出 这是一个女人 她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 说是人 活像一个没了皮的鬼 这一幕 让莫凡联想到了 许昭婷 如果黑处妖 就是这样诞生的 意味着 许昭婷当初 也是承受了这样的折磨 这让莫凡心中的愤怒 一下子就燃烧起来了 黑教廷的那种残忍 已经真的无法用 言语去形容了 撒朗那个狂魔 到底又是用什么方法 将一个在这样文明社会里 成长起来的人 泯灭人性 倒变成这般歹毒 冷血的恶鬼 第893章 这里的头目 也只能怪你倒霉 非要和本教做对 大包牙教徒 找了一把椅子 往远离祖池的地方坐着 我 我什么都没做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那个甘雅的声音说道 好好在 至少能够早一些 适应新的形态 免得你会恨不得 每天夜里亲手 把自己身上的 每一块皮给啃下来 大包牙教徒坐在那里 言语中有那么一点可怜 但却 没有一点出手相救的意思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变成那种东西 杀了我 求求你 把我杀了 没有用的 就算你现在死了 灵魂锁在这个组池里 大包牙教徒说道 黑教廷的惩罚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残酷与可怕的 原本大包牙 也是一名普通人 无意中得罪了 灰衣教师卢梗 这才无奈之下 加入到了黑教廷中 一旦成为教徒 基本上没有任何回头路 而与黑教廷为敌的 更没有好下场 他还有救吗 一个声音忽然飘了进来 大包牙似乎是那种 神经比较迟钝的类型 他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站在阴影中的人影 下意识地认为 那是另外一位 被打发到这里的教徒 开口道 有吧 在没有正式进行诅咒仪式之前 他都还算是正常人 哦 你也很倒霉啊 被派来看守这里 哦 我是来收钱的 那个黑影 走到了大包牙教徒的面前 手掌在其肩膀上 轻轻地一拍 大包牙教徒 忽然察觉到 什么 刚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立刻感觉到 一股极强的电流 从那人的手掌上 传递到自己的身体 你 大包牙教徒话还没有吐出 剧烈的电击 让他的脸部开始抽搐 身体内部 宛如有成千上万的白蚁 在啃噬 发麻 疼痛 又动弹不得 嘖嘖嘖 莫凡手掌上不断有电壶在窜动 他们数量越来越多 胶位已经渐渐传来 大包牙的身体 开始变得焦黑一片 整个人宛如一滩烂肉 趴倒在地上 大包牙 明显也不是法师 凭借着黑处 妖形恶霸了 这种电壶攻击 密集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 肉体繁胎的根本承受不了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莫凡面无表情 取出了之前那个教徒 杨桥手中的药瓶 将里面的液体 缓缓地倒在了 这个教徒的身上 没多久 大包牙的身体 已经高度腐烂融化 不过十几秒钟 就连骨骼牙齿 都已经看不到了 留下一滩 很容易被忽略的黑水 你是汪许许吗 莫凡问了一句 是 是 你 你是来救我的吗 水池里的人说道 我现在还不能救你 莫凡淡淡地说道 莫凡现在已经是在 黑教廷的老巢里了 他自己一个人行动 还比较方便 戴上身体机能 已经高度损伤的汪许许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的 换做平常 莫凡还能够直接杀出去 可独变的存在 使得他不敢轻举妄动 那你杀了我吧 帮我解脱 汪许许说道 这种事 我不会做第二次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没有 莫凡问道 好像 好像会好受一些 汪许许急忙回答 他 抬起头来 就看到主持上方 站着一个被阴影 掩盖住容貌的男子 有些眼说 却认不出是谁 莫凡将手缓缓地收回 他 施展出了空间系的魔法 在汪许许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区域 让那些诅咒之水 无法再触碰到他的身体 诅咒之水 应该是 带着缓慢的腐蚀 变异性 只要不让汪许许身体 与这些谁有接触 他就不至于 那么痛苦了 莫凡又解开了随身带的水袋 将水洒到了空中 目光一宁 这些原本要全部化作水珠 落在地上的水 被莫凡用意念变成了一股 它们如全丝 一样在空中飞过 准确地落在了汪许许的唇边 喝点水 再支撑一阵子 莫凡对汪许许说道 汪许许身体缺水严重 这一缕缕全丝飘来 它剧烈地瞬息了起来 恨不得全丝变成哗啦啦的水浪 拍向它 那样 才能够缓解它的脱水问题 现在好一些了吗 莫凡问道 好 好多了 谢谢你 汪许许抬着头 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人的模样 这几天 他经历了这辈子最痛苦的折磨 此刻获得的 尽管是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却代表着 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光亮 不是暗无天日 作为女孩子 遇到一些事情 应该尽早求救 不是选择忍气吞声的妥协 指望自己的听话 会换来对方的同情 你要相信每一个恶人 都只会变本加厉 莫凡看着汪许许 用一种叹息的语调说道 莫凡能不看得出来 汪许许是一个聪明的女孩 可她的聪明 没有用在如何保护好自己 假如她早一些 揭穿赵品林的恶行 莫许许听到这句话后 泪水又不禁涌了出来 由于这足水的浸泡 她的眼泪 都已经变成了黑色 挂在那张 原本清秀美丽的脸庞上 你 你会抛下我吗 汪许许清楚 这里到处都是像 赵品林那种极度恶棍 她很害怕 眼前这个人离开了 就忘掉了自己 还浸泡在这里 她真的很害怕 她想很努力地去想 眼前这个人是谁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莫凡看着她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现在最大的危机 还没有接触 连莫凡自己都身处危险之中 哪里还能够给别人一个 可以活下去的保证 现在外面情况 也不比你这里好多少 莫凡没有直接回答 发生了什么 莫凡大致将读遍的事情 说了一遍 汪许许似乎知道一些什么 有些迫不及待地 对莫凡说道 有一个女人 她应该是这里的头目 莫凡听到汪许许这句话 目光一亮 她长什么 模样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莫凡急忙问道 第894章 被发现了 名字我不知道 她有着一头茶色的头发 小脸 鼻子很高 褐色眼睛 有一次我看见 她穿着红领结的服务员装束 然后有听到赵品林 无意间说过 她在酒廊里与她会面 我猜 她应该是酒廊的服务员 赵品林对她很恭敬 像一条哈巴狗 汪许许说道 汪许许将当时 那个女人在场的情形 给莫凡描述了一遍 希望这对莫凡 会有帮助 灰衣教室 还是蓝衣直视 莫凡不由地思考了起来 一般而言 黑教廷要纳入新成员的话 都是由教室来进行扩张的 灰衣教室 会对一个人进行多次观察 对其秉性进行判断 紧接着 以正常人的身份与之接触 在慢慢地 将其引上黑教廷教徒之中 从那女人教导赵品林 如何获得黑触腰的情况来看 她应该是灰衣教室 但汪许许又有提到过 那女人似乎掌控着这整个庄园 有蓝衣直视的嫌疑 看来这个女服务员 值得重点考察了 只是要找到她很难了 这种局势下 她肯定彻底躲入暗中 没理由再在酒廊那里晃扬 莫凡自言自语道 不管怎么样 汪许许还是帮了自己大忙了 让一直像无头苍蝇一样的自己 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假如那真的是蓝衣直视 就更好了 她的赏钱不低 自己就是为了钱来的 我给你设的真空 会保持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还有别的黑教廷人员 来这里 你还是要假装出很痛苦的样子 别让他们看出破绽 莫凡对汪许许说道 你不会抛下我的 对吧 汪许许眼睛里带着几分哀求 痛苦虽然减少了 可这里仍旧是黑暗容池 她想见到阳光 她想 见到同学 见到自己家人 嗯 莫凡点了点头 谢谢你 别急着谢 最大的问题还是毒变 毒变不解决 我们谁都没法安全离开 莫凡说道 你肯帮助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汪许许说道 若知道结果是死路一条 甚至比死更加可怕 在这里多待上一分钟 汪许许也会感觉无比漫长 莫凡的答应 至少让他有理由坚持下去 唉 但愿我们都能够平安地离开这里吧 莫凡说道 关上了这扇屋子的门 莫凡开始顺着原来的路返回去 很不巧 两名灰衣教室在附近走动 莫凡犹豫了一会 最后还是跟了上去 毕竟只有从灰衣教室那里 才有可能探查出 谁才是蓝衣之士 并且从中找出毒变的解决方法 城楼暗大厅 容胜 慕霓宁雪 郭文一仍旧在昏暗的屋子了 等待着 外面是不是会有一些黑处妖爬过 寻找着生人的气味 郭文一靠在门边 穿过门缝观望着 忽然发现 走廊那里出现了一只浑身 带着怪蚊的灰色生物 正慢慢地往这里接近 与之前的几只黑处妖不同 这怪物眼睛更加锐利恐怖 容胜不小心与之队望了一眼 便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要窜起来了 那灰色诅咒 处妖往这里走来 他的嗅觉和感知力 要比那些黑处妖灵敏 便看见这家伙 往这个大厅里 门边凑了过来 嘴里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咕噜咕噜 诅咒处妖 发出了沉闷的叫声 慕霓宁雪听到了声音后 立刻到了门旁 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容胜胆战心惊地说道 慕霓宁雪 闭上眼睛去感知周围 察觉到 有很多黑处妖 正在往这里聚集 他们身上发出的那种臭味 都已经扑到了这个暗厅里来了 看来那只诅咒处妖 是真发现了 他们三个 并在召集同伴 将这里包围 慕霓宁雪到窗边 发现窗户都是封死的 若是从窗户逃走的话 恐怕下面会有更多的这种怪物 在等着自己 还以为杀了几个人 这里就干净了 没有想到 又偷偷地跑进了几只小老鼠 则则 一个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听上去 竟然还有点熟悉 在里面的容胜和郭文一 都对望了 一眼 容胜率先道 这不是赵品林的声音吗 话刚说完 这个暗厅的 重门被猛地推开 顿时那熏人的臭气扑打过来 让人险些干呕了起来 郭文一退后了到了 桌前 整个人吓得发抖 门外一下子涌进了十几只 浑身都是黑色皮的鬼猴脸怪物 那股臭气 正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而在这群黑触妖之间 还有一只浑身灰色 又满是诅咒之文的怪物 体型要比其他黑触妖大上两号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活人 还没有靠近 就感觉要被对方给撕成碎片了 这只诅咒触妖的旁边 站着一个穿着深蓝色衣裳的人 他注意到 闯进这里的人 是容胜和郭文一 脸上露出了几分意外的表情 但发现一头银色头发 艳丽到 令人想要直接扑上去的慕宁雪 竟然也在其中 整个人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真没有想到 真没有想到 不久前 他还在思考着 要怎么把这女人给拿下 这次牧场旅行 基本上要结束了 谁知道他竟然自投罗网 这可一下子加快了 他的实现进度啊 又是一群闯入者吗 直接杀了 一名灰色衣裳的男子 缓缓走来 扫了一眼里面的情况 这几个人留给我吧 好歹我都认识 赵品林笑了笑 随你 但别耽误太长时间 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新的毒卵 已经酝酿出来了 需要一些人手 最好赶在那些审判会的人 到这里之前 把他们再图一遍 那名灰衣教室笑了起来 这名灰衣教室 显然对杀戮更感兴趣 眼睛里充满古怪的狂热 为什么不全杀了呢 一旁的黑衣教徒问道 蠢货 要是这里的人全死了 我们怎么混进普通人群里 逃走 英明 厉凯大人英明 那名黑衣教徒奉承道 新来的 你把他们三个处理了 尽快到坡殿来 那名灰衣教室历凯说道 第895章 毒便再发 赵品林走到了三人的面前 她的眼睛带着邪义地 打量着慕宁雪 假如没有那次拒绝 赵品林 或许还是保持着 之前那份欣赏的心态 可这几天下来 她的野心得到膨胀之后 就越发地迷恋慕宁雪 银色的头发 迷恋她那张冷艳 不可泄完的高贵脸庞 本以为要实现的话 还需要为教廷 做出不少事情 毕竟对方是一个法师 谁知道这女人自投罗网了 赵品林的眼睛 盯着慕宁雪的时候 就仿佛已经将她的一切 给霸占蹂躏了无数遍 慕宁雪总算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对赵品林 带着提防了 这个男人 每每在注视着自己的时候 简直就像一头饥饿的野兽 越来越没有任何的掩饰 赵品林 你这个青少 快说 你把汪徐徐弄到 哪里去了 荣盛看到赵品林 就怒火中烧 直接上前 却要掐住她的脖子 赵品林站在那里不动 就像看待弱小的猎种生命一样 她身旁的诅咒触腰 却发动了攻击 一爪子 就往荣盛的身上滑去 锋利的爪子 像切豆腐一样 轻易地将荣盛 那壮实的身子给撕开 幸好慕宁雪 及时将荣盛往后一拉 不然那爪子 很可能会将荣盛的内脏 也一起掏出来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皮肉之伤 别冲动 慕宁雪说道 荣盛捂着伤口 一脸愤怒地注视着赵品林 赵品林在那里冷笑 她身旁的这诅咒触腰对付法师 都是轻而易举 更不用说是荣盛这种普通人了 你还想着她 我可以保证你 若是见到她的话 一定会躲她都来不及 你们三个识相的 就乖乖跟我到地牢里 我大人大量可以绕你们不死 要是不听话 哼 我让她现在 就把你们分尸在这里 赵品林说道 你 你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 郭文一看着她 感觉像看陌生的人一般 我本就这个样子 慕宁雪没有 动手 她能够感觉到 这附近除了赵品林之外 还有很多黑教廷人员 她一出手 解决赵品林倒不是什么问题 被黑教廷人员包围 就麻烦大了 显然赵品林 还没打算对他们下杀手 正好借着她 可以自如地 在他们巢穴中走动 赵品林 也没有对他们三个人 进行任何的捆绑和禁锢 在她看来 诅咒处 腰盯着他们三个 就是最好的束缚 三人 被带向地下一层 这里应该是黑教廷的 真正老巢了 没有走几步 就能够看见 穿着黑衣的教徒 还有如同猎犬一般 被用锁链拴着脖子 在巡逻的黑处腰 这三个什么人 灰衣教室 卢耿扫了一眼 冷冷地问道 我的俘虏 赵品林回答道 怎么不进过 卢耿志问道 都是一群普通人 我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赵品林回答道 压到地牢 立刻到坡殿来 是 穆宁雪一直认真听着 心里暗暗想着 那个坡殿究竟是什么 难不成独变 就是从那里来的 总之 那里一定是黑教廷 很重要的地方 到了地牢 穆宁雪发现这个牢房 虽然有一些禁止 但并不算强 自己施展权力的话 能够轻松地破开 赵品林 明显是把他们三个 当作普通人了 没有将他们关押到 带有更强禁锢效果的牢房中 这让穆宁雪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可惜他没有什么 好的前行能力 自己独自在 黑教廷这地下巢穴中行走 很容易出大事 城楼暗厅 莫凡返回到了那里 结果发现 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从地上一些痕迹来看 有黑处 腰成群地在这里爬过 莫凡不免有些担忧了起来 不过看到角落位置 出现了一块洁白的小冰体后 莫凡紧张的情绪 又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这是莫凡和穆宁雪 越好的信号 假如真有危险的话 这里就什么都不会留下 表明他需要及时营救 而如果 还特意留下了 这么一块小冰晶 就说明他还很安全 莫凡 莫凡 通讯仪里传来了 林林的声音 怎么了 莫凡问道 这里又发生毒变了 死了好几世人 数量还在增加 已经有一些人失去理智地 开始到处乱跑 林林说道 莫凡站在了窗前 透过窗户 看着远处灯火亮着的主楼 隐隐约约听见一些呐喊和尖叫声 也能够看见微小的模糊人影 在黑色的牧场中狂奔 但跑着跑着 那些人就忽然间不见了 莫凡清楚 他们一定是 倒在了某块荒草丛中 黑色的血液涌出 身体开始黑灰化 漆黑的夜 没有多少星光 乌云龙照在这个广阔的牧场上方 不觉于耳的惨叫声 令人心悸地回荡着 躲在屋子里面的人 瑟瑟发抖 面容因为恐惧与不安 而苍白到毫无血色 精湛猎人团队长潘静 坐在大门阶梯前 一双通红的眼睛 看着阶梯下那十几具 已经黑灰化的尸体 身上的青筋都要爆出来 他的双拳紧紧地握着 想要与黑教廷厮杀 哪怕小命豁出去 在所不惜 可黑教廷的人到现在 都找不到 他们甚至还潜藏在那群 瑟瑟发抖的普通人中 表面上装出惊慌的模样 实际上却在那里残忍地笑 享受着他们 这些人痛苦地尖叫 与失去理智的争吵 是一种感觉 真的太煎熬了 一身的修为 没有半点用处 在没有任何魔法硝烟中 同伴接连死去 今夜 他们精湛猎人团 似乎要全军覆没了 在没有抓到一个 黑教廷成员的情况下 彻底覆灭 团长 我不想这样等死 潘静抬起头 满眼泪水地看着团长葛明 我也不想 我们真的太小看黑教廷了 现在只能够期望 葛明无奈地说道 期望什么 潘静问道 七 七 葛明瞪大了双眼 他很努力地吐出发音 却发现根本没有半点声音 团长 潘静猛地站起来 葛明自己都不敢相信 他的喉咙有东西 粘稠的令他可都渴不出来 第896章 破釜沉舟 一抹黑色的血 缓缓地从葛明的嘴角溢出 不知是葛明的修为较高 还是他中毒并不深的关系 他吐血的过程 并没有之前那些人那么夸张 轮 轮到我了 葛明勉强地发出声音 脸上满是苦涩与无奈 他终于得为自己这次的鲁莽行动 付出代价 在发现第一例毒变的时候 葛明就明显感觉到 大事不妙 未想到 黑教廷的手段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甚至自己这样一个实力出众的高阶法师 都逃脱不过 团长 团长 你可不能死啊 快 快叫挥手 没有用的 至于戏魔法 对这个没有一点效果 精湛猎人团的人员 围在他们团长身边 一个个露出了惊悚之色 连修为最高的团长葛明 都没有躲过这毒变 他们这些人又如何 存活 这一次毒变的爆发 彻彻底底地击垮了 所有人的内心防线 他们颓败地坐在地上 眼神麻木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我就说 我就说了 不应该惹这些魔鬼的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孙蓉说道 到底是哪个混蛋 害了我们 给我们错误的情报 如果能活下去 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另一名猎人发疯的大吼道 够了 潘金怒喝了一声 潘金再一次握紧了拳头 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这样在这里自暴自弃 又有什么用 根本不能够 让大家活下来 现在团长也中了毒 凭借着自己的修为 在勉强支撑着 那就表明 他们必须依靠自己 把怨气撒在自己人身上 又有什么用 我们的敌人是黑教廷 横竖都是死 那就趁还活着 把黑教廷这般狗东西 给找出来 杀一个是一个 否则我们就彻底变成了一群 被他们玩弄 虐杀的蠢材 潘金怒倒 队长说的对 在这里相互指责我们 谁都别想活 黑教廷的人 一定就藏在这个牧场 牧场 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没有翻过 只要留少部分人 在这里 维持那些人的次序 其他人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不幸找不到黑教廷的窝 精湛猎人团的 另一位队长后庭说道 每人带一队 不要单独行动 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都随时汇报 潘金说道 团长的毒便 让潘金明白了 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必须行动起来 很快 剩下的精湛猎人团的成员 分成了好几对 开始在牧场庄园中 进行地毯式搜索 黑教廷的人 想必也没有料到 成为困兽的精湛猎人团 会在这个时候 凝聚出一股破釜沉舟的决心 那些潜藏在普通人中的 黑教廷成员 立刻开始回电大本营 将情况告知他人 刘平生 你在跟谁说话 一名清洁人员回头看了一眼 那名蜡黄挑脸男子 质问道 没谁啊 我在祈祷 蜡黄挑脸男子回答道 你手里什么东西 那名清洁人员看了一眼 猛地从他手中抢了过来 那是一个黑色的通讯仪 里面还有一些声音 很快守在这里的 三名近战猎人团成员 便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火速杀到那名 叫做刘平生的身旁 是黑教廷的通讯设备 一定是他在通风报信 那三名猎人喜出望外 第一时间 将这名叫做刘平生的人给控制住了 刘平生意识到自己被识破了 急忙召唤出黑触妖来帮助他逃脱 很不巧 那三名猎人中 有一名是中阶法师 黑触妖在他的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刘平生这紧张的呼唤黑触妖行为 可谓是彻底将身份给暴露出来了 厅内众人都吓得往另外一侧躲避 那三名猎人却闪电出手 将这名黑教廷教徒给 缉拿了下来 队长 发现一名黑衣教徒 手上有黑教廷通讯仪 能够召唤黑触妖 那名中阶猎人法师 急忙告知队长潘靖 做得好 就是要这股力量 大家团结起来 别让黑教廷牵着我们的鼻子 任他们宰割 无论如何 都要为团战报仇 潘靖说道 士气 现在这批人太需要士气了 若始终都是一群 躲在恐惧阴影下的绵羊 那么他们 只会挨个挨个被宰杀 可如果一鼓作气 冲开栅栏 绵羊之力也不可忽视 那里 好像有洞橙色的建筑 没有太仔细检查 孙蓉指着远处道 我们过去看看 潘靖点了点头 带着一批人 朝着橙色建筑物处走去 城楼破垫 蓝衣直视方绍丽 坐在一张血红色的椅子上 修长纤细的双腿 微微翘起 一双超过 十厘米的高跟鞋 扎在光洁的地板上 感觉可以将其刺碎了 他的脚边 跪倒了一排 穿着灰色衣裳的教室 其中立凯与卢 这两个权力稍微大一些的 大灰衣教室也在其中 这一排灰衣教室背后 是四五排 穿着统一黑色衣上的 黑衣教徒 进入了这里的所有教会成员 都必须穿上 等级森严的服装 这样才可以 方便调遣与辨别身份 方少丽将手指 放在紫红色的唇边 一件湛蓝色的长衣 遮住了身子 似乎除了这件外套之外 里面什么都没有穿 诱人的身材在衣上里 若隐若现 看来我们把这些 小羔羊们逼得太紧了 妈 兔子急了都会咬人 何况是这群 肮脏又低能的人呢 方少丽笑容满面的道 面对这群人的反击 她丝毫的不在意 审判会的人已经入岛 用不了多久 便会抵达这里 带队的 恐怕是夜阴 曾经在魔都区域 清扫了我们所有同伴的 那名审判使者 会议教室卢耿说道 是吗 我可想念他了 等他到了 我再送他一份大礼 听见方少丽的笑声 其他十名教士 也跟着笑了起来 但那些黑衣教徒们 明显不知道 接下去的计划 又是什么 一头雾水的同时 又只能够跟着附和地 笑着 一份大礼 给审判会的人一份大礼 第897章 兵节之吻 嘖嘖嘖 药液滴落在一名 中年黑教廷的身上 没过多久 地上就出现了一滩 黑色的水晶 这东西 还真帮了我大忙啊 莫反手晃动着手中 这个从杨桥那个 女教徒手上 抢来的小药瓶 不由地赞了一句 应证了那句 居家旅行杀人必备 这一路走来 从城楼 一直到地下一层 黑教廷的老巢 莫反都会顺手解决一些 明显落单的黑教廷教徒 然后再用这种药液 来毁尸灭迹 黑教廷那边 估计也察觉到 有一些教徒不见了 可他们压根没看见尸体 也不能够完全判断是 有人闯入 算起来 解决的黑教廷教徒 怎么都有个三四百万了吧 都是一些小钱 莫反并非漫无目的地走 慕宁雪很聪明 一路上都给莫反留下了 那种小小的兵经记号 莫反顺着去找 就可以找到慕宁雪他们 这里必定是黑教廷的老巢了 接下去 只要解决毒变的事情 便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找到了地牢 莫反意外地发现 这里竟然没有什么人把守 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也没有一点关系 慕宁雪 荣盛 郭文一都被关押在一个 很普通的铁牢房中 这种程度的牢房 慕宁雪可以随时出来 这让莫反不禁有些好笑 黑教廷里面竟然 也有如此粗心大意的人 还好吧 莫反问了一句 嗯 多谢赵品林 带我们进他们老巢了 慕宁雪说道 我走了大半圈吧 这里黑教廷人员不少 我们两个未必能够应付 莫反说道 玲玲那边有 慕宁雪开口道 有什么 莫反不解地问了一句 慕宁雪没带紧紧地凑在一起 他继续说话 却发现自己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 莫反看他的模样 一开始以为他只是喉咙干涩没发好音 可当他发现他的嘴角溢出了一抹黑色的血迹时 莫反整个人如糟霹雳 黑血夺命 莫反看着他 整个脑子感觉要炸开了 他立刻使用盾影进入到地牢里 抓着慕宁雪肩膀 要看清楚这究竟是什么 黑色的血 即便莫反怎么不去相信 可黑色的血仍旧在从他的唇边上浅浅地漫了出来 黑血 他在吐黑血 快救救他 快想办法救救他 郭文一何荣胜两个人都惊叫了起来 黑血夺命的画面 他们见过几次了 那可怕急速的病变症状 会令人连恐惧都没有完全涌上心头 便夺取生命 此时 这种最为可怕的状况 发生在慕宁雪身上 发生在如此近的地方 荣胜和郭文一两人都脑海一片空白 雪雪 莫反脑子里一样 混乱至极 这种事情比发生在 他自己身上还难以接受 为什么偏偏是他 玲玲已经说过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毒变可能性很低 贼老天就那么不眷念他 莫 凡 先先别慌 慕宁雪不知用什么 方法 稍稍控制住黑血的反勇 可莫凡知道 这种控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用不了多久 慕宁雪 就会变成一具灰黑色的尸体 在莫凡心中 完美如女神的他 连 皮肤有一点点小小的滑破 都会心疼无比 更何况是化作那样 悚然可怕的干黑浇湿 一想到这种画面 莫凡眼睛 都开始极度冲血了 你不会有事的 你相信我 我现在就杀到他们兰衣直视的面前 逼他拿出解药 你先忍忍 莫凡深呼吸了一口气 慕宁雪拼命地摇头 他的身上出现了一股极其冰冷的气息 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并不断地涌入到 他那血管可见的肌肤里 寒冷越来越强 莫凡发现 慕宁雪整张脸 都已经冻得清白清白 你在做什么 莫凡看着他 心急如焚 动 动住自己 莫凡 别慌 记不记得在严明寺的时候吗 慕宁雪的身体 一层又一层的冰封 无论是身体肌肤 还是身体内部 这是慕宁雪想到的唯一方法 这可怕的毒变 会让人的血液错乱循环 堆积在某个血管脆弱的位置 然后一下子 如火山口一样喷发出来 变成黑血返涌的现象 等到所有的黑血流干了后 身体机能 还会进一步被严重破坏 发生可怕的黑灰病变 现在慕宁雪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冰封起来 让血液的循环变得无比缓慢 他不能完全冻住血液 那样跟死人没什么区别 他只是让身体的循环变慢 毒变是根据人的身体 血液循环而蔓延扩散的 这样做 可以拖延死亡的时间 慕宁雪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是下一个 他看着为自己紧张担忧的莫凡 心里却不知为何 涌起一丝欣慰 很少能够看见 这个没脸没皮的家伙 这副不安 失去理智的模样 这一份担忧很关心 是无法伪装出来的 言明四 记得 记得 你别回忆啊 我不要跟你做什么狗屁生死别理 莫凡 情绪激动地说道 你先听我说 慕宁雪认真的道 此刻 他的脸颊上 都已经布满了寒霜 说话的时候 都变得很僵硬 我短时间内不会有事 我冰封了自己的血管 莫凡看着他 听着他声音越来越微弱 就感觉自己的心脏 有刀在削着 一片一片 莫凡 慕宁雪 已经变成一个冰人了 可他的眼睛在晃动着 像是 有什么很重要的话 要说 容胜和郭文一站在一旁 都能够明显感觉到 慕宁雪这句话 一定是放在心里很久的 说不要生死别离 可这不就是吗 可是 慕宁雪刚要开口 莫凡忽然上牵 一只手 放在他已经冰凉冰凉的 脖梗后面 头 微微一滴 一偏 也丝毫不在意 那一抹黑色有毒的血 用自己的嘴唇 重重慕宁雪 那动得开始发子的冷唇上 莫凡想过 慕宁雪的嘴唇 是怎样的香软 湿润 柔滑 但此刻 她的感觉是 冰寒 干燥 僵硬 宛如亲在一个 没有半点生气的 冰封雕美人上 纯芬 莫凡注视着慕宁雪 狠狠地道 真有什么重要的话 要跟我说 就等醒来的时候 喜欢我也好 讨厌我也好 我会专心听的 慕宁雪 终究没有说出口 她冻结了自己的喉咙 此刻还能够 有一些身体技能的 便只有那一双 明亮真挚的眼眸 正映着 莫凡那嚣张跋扈的脸 身体冰冻了 连任何情绪 都会弱化到极致 但慕宁雪相信 假如心脏 还是正常情况下的话 此刻大家会 加速跳动吧 第898章 更可怕的事情 血墨色的一光 在莫凡的身上 慢慢地显现 莫凡那双 黑褐色的瞳孔 渐渐地迥异 冷然 连慕宁雪看着她 都觉得莫凡身上 笼罩上了一层 她无比陌生的气质 莫凡 你干什么 忽然 通讯仪里 传出了凌凡的声音 莫凡雪毒变了 我没有那个时间 跟这群畜生耗下去 莫凡声音之中 带着一股子藐视之意 你别乱来 以黑叫停的恶行 他们要知道 是你 不仅不会给你解药 还会变本加厉 更何况 即便你找到了解药 你自己就无药可救了 这里不是洞庭湖 也不是亡灵国度 没有任何东西 供你肆无忌惮地厮杀 供你摄取那庞大的金魄 这座岛上 有的就只有近70万贤活的人 你真的可以保证自己 在被魔鬼倾心的时候 不会失去理智道 对这些人进行图面 玲玲严厉地制止道 莫凡听到玲玲的话 那双已经飞红与暗魔的眼睛 一下子澄清了许多 慕宁雪出了这样的状况 莫凡能够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 就是恶魔化 她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 将黑叫停的人一网打尽 而那所谓的 毒素对恶魔化的自己 基本上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 可玲玲在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 莫凡自己都不由地浑身一颤 是啊 这里不是妖魔部落 不是妖魔 潮雪 有的只是崇明岛几十万的居民 恶魔化的代价 不单单是自己修为倒退 更是要用数之不尽的鲜活忌体 恶魔是魂 那份痛苦莫凡当初在洞听湖体验过了 会将自己逼上厮杀成魔的绝路 到那个时候 自己就跟那些恶魔化实验师拜平 没有任何区别 这里不行 不仅就不了慕宁雪 还会卷起一场更大的灾难 莫凡 我明白了 莫凡打断了灵灵的劝说 深呼吸了一口气 莫凡尽量让自己躁动的恶魔系星云平静下来 若是所有的事情 都需用动用恶魔的方式来解决 自己就会真堕落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毒变发生在别人身上 还比较危险 他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只要他利用兵系领域冻结住他自己 让身体血液 灵灵语速极快地说道 他这样做了 莫凡回答道 那就好 他比你淡定多了 你好歹也是猎人大师了 遇到事情别那么毛躁 灵灵说道 莫凡听到灵灵这番教育 顿时一脸无语 自己竟然被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给训斥了 你到底找到解决毒变的方法了吗 莫凡问道 没有 莫凡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灵灵说道 什么发现 我已经连上了我的资料库了 经过我剖析发现 这种毒变因子 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桩悬赏 有一定的联系 灵灵说道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事情 莫凡有些讶异的道 记不记得灵痞母妖 就是那个吸食了他人的血液 可以将那些活人 变成怪物的那种寄生之母 那东西虽然等级不是很高 却是极度危险的生物 会在短时间里 造成不可估量的死亡 我们在牧场庄园的这段时间 饮下的那种茶水里面 应该有某种非常细微的毒虫 毒虫会在人体里潜伏 假如没有受到母虫的任何信号 那么它们多半会在不久之后 自动死亡在我们身体里 而如果母虫发出了某种信号 那毒虫就会开始 疯狂地破坏人的身体 血液 内脏 肌肉组织 林林一口气对莫凡说道 毒虫 母虫 也就是说 我们找到了母虫 并将它杀死 所有潜藏在 大家身体里的毒虫 都会随之死亡 莫凡惊喜地说道 莫凡清楚地记得 灵皮母妖是当初那种异变的根源 灵皮母妖一死亡 体育场所有异变的人都恢复了 正常 若是正如玲玲说的那样 大家身体里 其实都引入了毒虫 并被母虫操控着生死 那解决掉母虫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是的 母虫是关键 另外 这东西 应该还有后续的可怕能力 林林声音低沉了几分 你是说 毒血夺命 还不是最可怕的 莫凡突然呆置住了 主楼 第三层中间的房间里 林林抱着电脑 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快步走到了窗户边 她拉开了窗子 她这里视野很开阔 可以一眼 看到这个牧场庄园入口的地方 这一段地上 横七竖八 躺着许多的焦黑灰化的尸体 在牧场庄园路灯的照耀下 看上去格外悚然 冷风不断地吹过 他们那些焦灰色的皮肤 不断又被卷起黑色的粉尘 弥漫在牧场庄园的上空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 这些已经干瘪焦黑的尸体 会慢慢地粉末化 毕竟他们的身体组织 已经彻彻底底被破坏殆尽了 可在 发现了这种暴毙毒母 与林皮母妖 有着相似的毒染因子后 林林便每过五分钟 就会往窗子外面看一次 死亡 对那些发生了毒变了的人而言 已经是很悲惨地结束了 林林真心期望 黑教廷的可怕邪术 还没有到自己想象的 那种丧心病狂的程度 可事实证明 黑教廷所做的 只会更出人意料 咯吱咯吱咯吱 焦黑干滑的木炭皮肤 在冷风的鞭榻下 出现了裂痕 这些均裂的地方 正在慢慢地 从那些干瘪的身体上 脱落到地上 裂开的部位 出现了宛如新生一样的 肌肤 可如果觉得 那是人类嫩滑质感 和黄白颜色的肌肤 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第一个发生毒变的 精湛猎人团的尸体 外层皮肤成块成块地剥落 通红 粗糙 粘稠 创衣的皮皮正慢慢地露了出来 已经死了的人 却如梦初醒一般 竟然从那满地的黑色之灰中 坐直了起来 一双青色的硕大眼球 正直勾勾地盯着 前方 在这本就充斥着恐怖气息的夜里 更增添了几分不可思议 和毛骨悚然 第899章 虐杀邪元 上 果不其然 零零拉紧了窗帘 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如此一来 即便审判会的人赶到这里 最后的结果 也是疲于应付这些一变的死人 根本很难将整个局势给稳定下来 情况不太妙吗 莫凡询问道 嗯 要靠拖延到审判会的人来救援 是不太可能了 那些出现黑血毒变的 全部都像当初一变情况一样 会变成怪物 并且这种暴毙毒母等级 明显会比灵皮妖母妖高 所以这些醒来的怪物 实力会比我们当初遇到的时候 强很多 玲玲说道 好吧 那你有什么好消息 带给我 莫凡问道 有 那就是你的恶魔因子 好像免疫这种有些相似的毒变 玲玲回答道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为什么 莫凡有些意外的道 从一边的角度来论的话 你才是最毒的那个 这种小寄生毒母 要想在你这种恶魔体质的身上 发生毒变 除非你和自来水里面的细菌 可以将你杀死的概率是一样的 玲玲说道 这个解释 莫凡是懂了 可为什么莫凡没有半点自豪感呢 不管怎么说 玲玲是带给了莫凡一个好消息 难怪仅仅拧了几口茶的慕凝血毒发了 而牛颖的自己 却没有一点事 这样就好了 他不需要顾忌太多 看到黑教廷的人 直接虐杀 本来慕凝血的事情 就让莫凡整个人 跟随时要喷发的火山一样 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忍了 莫凡转身离开了地牢 这里 已经是黑教廷的牢房了 相对会安全很多 找到暴毙毒母的位置了 没有 莫凡询问道 你给我的那份图 里面 就夹杂着这种毒素 这种毒性很好 追踪 接下去 你按照我的指引杀过去就行了 但你还是小心一些 这里毕竟有蓝衣指示 你可以不把黑教廷的灰衣教室 和黑衣指示放在眼里 但蓝衣指示一定要小心 还有 别使用恶魔力量 那东西还是少碰 玲玲说道 放心 我赶来 不是没有足够底气的 这般狗东西 我绝对会用最粗暴的方式 将它们一个个送到地狱去 说完这句话后 莫凡就走出了这个地牢 很不巧的是 刚走出这个牢房没有几步 莫凡就迎面撞上了一个 戴着金边眼镜的人 此人脸上戴着一脸 期待和阴 笑 好像到了这里 就能够发生 令他无比满足的事情 阶梯处 赵品林也相当意外 瞪着眼镜 看着忽然间闯入这里的莫凡 妈的 这小子 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黑教廷的大本营啊 难道他运气就那么好 没有撞见一只黑衣教徒的巡逻 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你既然误闯了这里 又看到了这些 今晚 就不要想活着出去了 赵品林笑了起来 几天时间 他已经变得足够残忍了 但他很享受这种 可以肆意支配别人生命 和自由的感觉 误闯就说的有点过了 我是闻着猎物的味道过来的 顺便告诉你 我是一个全职学生不错 但我还是一个专门猎杀 你们这些比妖魔 更妖魔地砸碎的半职 猎人 莫凡抬起目光 在注视着赵品林 这样小瞎小米的时候 那种藐视与灵力 一下子化作了一柄剑一般的气势 刺向了弱小的赵品林 哼 就算你是法师如何 我身边这家伙 足够将你撕成碎片 哦 不 我不能让你死这么痛快 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你就等着和汪徐徐 一起变成我的黑处妖奴仆吧 赵品林稍稍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只 浑身都闻着诅咒之纹的 灰色畸形怪物 那双绿油油的眼睛 在这个黑暗的地牢里 放射出射人心魄的光芒 看得郭文一何荣胜这两个普通人 都直接吓得坐倒在地上 看到诅咒处妖 已经顺着地牢通道 往莫凡那个位置 慢慢逼近 赵品林再一次笑了起来 这是诅咒处妖 不是黑处妖那种低劣的生物 它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战将级 像你这种 赵品林话还在说 莫凡那双黑褐色的瞳孔 忽然间绽放出 皎洁的银色光辉 这双瞳孔 变得充斥着某种魔力 更带着一种 屁你一切的孤傲 银色之灰 在地牢中璀璨闪耀 莫凡闪电出手 手掌承虚抓撞 利用意念之力的传递 准确无误地 掐住了那只诅咒触妖的脖子 这一捏力量十足 诅咒触妖拼命地甩身 却根本无法撼动莫凡的空间系 意念虚找 就像提小鸡一样 诅咒触妖被莫凡提到了半空中 是那样的 不费吹灰之力 你说战将即是吧 莫凡也笑了起来 笑得狂然 虚找一松 诅咒触妖身体 在半空中稍稍滞留 还未等他坠落下去的时候 莫凡手猛地一握 煞时 拳缝之中 有无数的急电窜出 在半空中 组成了一道极其粗壮的霹雳 霹雳横向飞出 耀眼夺目 威力更是惊人无比 那诅咒触妖再落下来的过程中 直接身体被雷电劈穿 身体前部出现了一个焦黑的大洞 身体后面也有 雷系高阶之后 莫凡的雷系掌控力 也大幅度地提升 他所施展的是中阶魔法霹雳 却已经不拘泥于 从天而降的形态了 而可以根据掌控力的强弱 进行各种变化 当然 即便不需要掌控力的问题 莫凡要早已经到达了 可以秒杀小战将级 生物的境界 这一个横向飞窜的霹雳 真的很短暂 短暂到赵品琳之前 那得意的话语 还含在嘴边 赵品琳看着诅咒触腰的尸体 顿时有些怀疑方少礼 是在欺骗自己 战将级的生物 要杀一百个像莫凡这样的东西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怎么会在一眨眼的功夫 就被灭杀了 当然 如果赵品琳能够发现自己背后 那厚厚的地牢之墙 也已经被霹雳雷电给击穿了之后 就不会觉得是诅咒出妖的问题了 第九百章 虐杀邪元 下 你真的以为得到了黑教廷的庇佑 你就天下无敌了吗 在我们法师眼里 一样是渣 而你这种 可能人渣会比较合适你 莫凡眼中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 又一道雷电 毫无征兆地 从赵品琳头顶上落下 雷光凛然霸道 将整个地牢都照亮了 光芒中 赵品琳被雷电直接击中 可以明显看到紫黑色的雷身 如剑如斧一般 直接将赵品琳的身体 给劈成两半 而那两半身躯 更在强大的电力摧毁下 崩解出无数的血块和血珠 赵品琳崩解得不能再碎了 变成了莫凡口中 真正意义上的人渣 郭文一何荣胜两个人 看到莫凡 突然间变得如此神勇 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 他们对法师的概念 大概就停留在赵品琳说的那种 请来当当保镖的阶层 却从未真正见过 莫凡这种举手之间 可以轻易将敌人 给泯灭的强大法师 帮我照顾好他 莫凡回头提醒了 两个木凳口呆的人 好好 荣胜急急忙忙点头 对莫凡一下子崇拜到了极致 莫凡走出了地牢 摆在他面前的 就是一些比较蜿蜿的通道 玲玲只能够指引莫凡 那暴毙独母大致的方向 但这些看上去 跟一个地下迷宫样的地下区域 就只能够莫凡自己摸索了 莫凡继续往前走着 前方有烛火的地方 可以明显看到 他的身形轮廓 带着一层黑色 正快速地掠过这有光的地带 一旦到了 比较昏暗的地方 他整个人就融入到那黑暗里 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走过了这段地牢区域 莫凡面前出现了一条 比较长比较直的走廊通道 两面非常的宽敞 墙壁上 都有象征着他们黑教廷的火把 在照亮前方的道路 幽幽暗暗的长直通道 一眼还看不到镜头 莫凡却已经发现 有几个穿着黑色教徒衣上的人在蠕动 莫凡知道 这里无法完全用遁影 来前行穿过了 索性直接献出本身来 大步大步地往前走去 什么人 眼见的灰衣教士 卢耿立刻发现了莫凡的存在 大声呵斥了一句 其他几个黑衣教徒 马上围了过来 身旁还跟着七八只黑触妖 一并将莫凡 这个闯入者 给堵在了这个长通道处 送你们下地狱的人 莫凡站在那里 那些黑教廷成员们 都没有发现 他的右手 已经有炙热的烈焰在燃烧了 一开始 只是跟周围类似的火光 随着他一拳 顺着这个长通道打出 顿时这宽敞的走道 竟然被无数的烈焰火蛇给填满 偌大的拳头 甚至要将通道都给挤破了 火焰之拳 真可谓横行而过 无论是黑教廷人员 还是他们 每个人配备的那些黑触妖 在莫凡第四级的霸道猎犬之下 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 肉身连带骨头 都一起在那煤炎炙热的高温下 化成了粉末 一下子 整个通道都干净了 连绵了一百多米的火焰焦痕之中 可以看到那个灰衣教士 还勉勉强强活着 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皮肤都烧得不成样了 正没了命地往远处逃 给我滚过来 莫凡意念一动 便形成了一只虚空之爪 那灰衣教士卢耿 被莫凡声声地给拧了回来 直接拧到了莫凡面前 卢耿抬着头 颤颤巍巍地看着莫凡 你值九百万你知道吗 莫凡对他说道 卢耿人都傻了 换作是谁都会这般傻眼的 明明是在他们黑教廷的大本营里 忽然间就冒出一个青年来 自己都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对方就烈火之拳轰过来 场面话都不说 我 卢耿想尽量表现出谦卑一点 想从这个不讲道理的沙摩手上 捡回一条性命 可惜他依旧是连一句完成的台词 都没有吐出口 就被莫凡用一种药液 给浇灌在脑袋上 卢耿看到那个瓶子的时候 人都崩溃了 那不就是自己送给杨乔的 毁尸灭祭瓶吗 怎么会在这个人手上 吃吃吃吃 药液倒在了 这名灰衣教士卢耿的身上 他身体立刻开始融化 卢耿以前没少将药液 往活人身上抱 那尖叫声传入他的耳中 会令他兴奋到极致 当天晚上就得啪啪 杨乔好几次 可他绝不会想到 自己是听到过的所有人中 叫得最凄惨的那个 这种药液倒在自己身上的 所造成的巨大痛苦滋味 已经足以掩盖掉 他之前所有的快感 总和 莫凡今天心情很不好 慕宁雪出现了那种状况 令他内心的怒意难以宣泄 正好有这些畜生可以虐杀 以暴之暴什么的 最喜欢了 一拳肃清 这条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阻碍莫凡前进了 大概又前行了两百多米 出现在莫凡面前 有一个红色的大门 门被装饰成了獠牙之状 上下合并的那种 想来这门打开的时候 便像是一只猛兽 张开了心红的大嘴 门是半开着的 莫凡很轻易就进去了 一进去后 便发现了一个 相对宽敞很多的大祭殿 祭殿中 拜访着许多不同种族生物的头颅 一个个被用细细的木状倒插着 悬挂成牌在整个大祭殿之中 而这一排妖魔 以及人的头颅 祭坛前 有一大群穿着黑色衣上的教徒 在几名灰衣教室的引导下 做着跪伴仪式 哟 开会呢 莫凡站在这群古怪 而又狂热的人身后 看着这群黑衣教徒 一个个用黑色布包着的屁 鼓 对着自己 也好 免得我挨个找你们 莫凡扶了扶嘴角 都不带给这群茫然的 黑教廷成员发问的机会 莫凡直接吟唱起了 瑰丽充满震撼之力的星座之语 莫凡现在星座之徒的描画速度 可大大提升了 一共七幅星图 可以发现 那么密集的星子 在相连的过程中 都非常的迅速流畅 没多久 一整个星座 就已经立体地呈现在 莫凡四面八方了 将莫凡本身 就比较挺拔的身躯 衬托得更加威额强势 天宴葬礼 不用先下地狱 你们就可以享受地狱熔炉的待遇了 莫凡将两团烈火云众 送到了这个宽敞 与高悬的祭祀殿的上方 没多久 火云全部铺满了天顶 甚至 浓密地要往下压了 如此近的火云 洒落下火雨 真的连躲都没地方躲 刺目的红色 扑得一层又一层的火海 在这片火焰仪式下 卑微的猖狂乱窜的黑教廷 成员们 他们眼中 生命如草剑 事实上 他们本身也一样 渺小悲怜 尤其是在莫凡这种高阶级的法师面前 那些在短短几秒钟时间 被烧成焦黑的黑教廷 成员们绝不会想到 在多年前 他们作恶的博城里 眼前的这人 也不过是一个自保斗难的高中生 但现在 他和他的复仇之火 可以轻易消灭他们恶棍 成群成群